現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近日陷入這個政治現金的帳目遺雲 民眾黨就坦承了 這是申報帳戶的瑕疵 柯文哲也下令要來查帳 而在今天一早 柯文哲面對記者的問題 隻字不答 請說在下午兩點的時候會開 記者會說明 現在柯文哲陷入這個總統大選的政治現金 賈賬儀雲呢 包括這個時樂啊 尼奧兩家公司 其實都大動作的來聲明 他們沒有收到民眾黨的申報資料 這些款項 金額到達了九百一十六萬元 而尼奧在二千零二年 及二千零四二四年的這個選舉 海撈了進議員 背後的關鍵人物就是 時任柯進競選總部的幹事 民眾黨立委的黃珊珊 兩家公司的負責人呢 都是她的閨蜜哦 而且黃珊珊的處理態度啊 現在聽說也令民眾黨黨內不滿 柯文哲跟黃珊珊等人呢 會在十二號的下午 親上火線來回應 但是他們將會這個事情呢 定調是第一級的錯誤 這起事件呢 持續的在風暴延燒 那之前還是沒有辦法 對外說出明確的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 前幕僚吳京儀就開嗆了 柯文哲的財政機率 根本就是一個屁 他也奉勸民眾黨 不需要在內部找內鬼 因為黃珊珊和李文宗 就是這次會計作戰的關鍵魔法 另外前幕僚小劉柯玉安 他也爆料囉 掌管柯文哲競選財務的 這些關鍵人物啊 不是黃珊珊 而是另有欺人 假帳風暴重創民眾黨 跟柯文哲人設 黨內傳出陰謀論 直指在黨清後爆出這些爭議 背後動機不單純 前幕僚吳京儀批評 民眾黨刻意製造要抓內鬼 大可不必 因為真正有問題的 就是黃珊珊李文宗 兩人才是會計作戰的 關鍵魔法 黃珊珊時任 柯文哲的2024競選總幹事 李當負起全責 但時事評論員王上智認為 不應由黃珊珊主導查帳 不認為如今的民眾黨 張無問題 其中沒有因黃珊珊所造成的 包括失人不明 以及信賴過度 前幕僚柯宇也在TRAIT上面爆料 競選總部的財務大臣 是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李文娟 不過根據掌握主張者 另有其人 是眾望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同時也是木可的董事長李文宗 柯文哲在競選總部的金流 跟木可的金流 其實也是互相流動 李文宗有在幫柯文哲管帳的話 那麼李文娟 他也只是李文宗的辦事員而已 相關的廠商 剛好都是柯友友跟山友友 在這麼巧合狀況之下 我認為他們兩個 一定要出來好好的做解釋 至今沒有想到三張發票九百多萬的金額 都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我就覺得柯文哲的財政紀律 是不是都是屁 黃申申作為競選總幹事 難辭其咎 但李氏兄妹到底擔任什麼關鍵角色 帳戶離譜瑕疵 民眾黨至今對外都聲稱 還在清查 沒辦法給社會一個交代 記者 郭鮮陽 蔡比翁台北 常委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近日就是被踢爆 這個金流有爭議 雖然在十號的時候 就承諾要下令來徹查 強調對社會大眾要說清楚 這樣明白 不過到了隔天十一號的下午 他的團隊聲援 竟然都神隱了 讓外界相當的傻眼 更有新爆料指出 一名名為時艱 這個時是曹字頭的時 這間公司去年更名之後不久 一次就曾經向柯文哲 拿走千萬的宣傳費 記者致電來詢問之後 這間公司的總機 竟然是會計師的事務所 網友就驚呼了 他的瑕疵還真是不少 而民眾黨大選的 這些政治現金的申報瑕疵 目前負責的會計師端木正 到現在都還沒有出面說明 時事評論員歷史哥 他就找出了端木正的背景 他曾經是台北市的廉政委員 因為受到柯文哲感動 才會加入民眾黨 只是這樣的人 為什麼會請辭中央委員 這讓歷史哥瞭解 如果破解了端木正 整個瑕疵的申報 可能就會一清二楚 我覺得只要破解了端木正 就如同超師破解情誼條一樣 這案子就很清楚 跟大家講端木正 不是隨便一個路人甲 他還是一零四人力銀行裡面的獎師 一零四把他掛在這個獎師上面 他現在他的頭銜是什麼 臺灣體育運動技娛樂法學會運動仲裁人 然後你看他下面 他的經歷這麼的多 他當過超多企業 他什麼 他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生 他是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 他是政治大學的EMBA 第28屆你看他 然後我跟大家講 最關鍵的是什麼 他當過什麼呢 臺北市政府廉政委員會委員 他跟柯文哲 那柯文哲還不認識他嗎 所以作為一個柯粉 作為一個因為被柯文哲感動來加入的 總會是在三月的時候 補上了中央委員 然後沒幾個月就辭職了 而且呢 他是負責出具這個報告的 這是大家最疑惑的 而且這個端木正呢 還有一個點 他的姓很特別 東吳大學有一任校長 就在台灣副校的校長 叫做端木凱 當了14年 他也是在大陸時期的 東吳大學的校友 所以有人昨天跟我推文說 這是不是端木凱的孫子 所以戲出名門 那戲出名門這麼豐富的資歷 被柯文哲感動 又當作為廉政委員 應該是不會胡搞瞎搞的人 所以他到底為什麼要請辭 那我相信嘛 三月的時候 他一定還在寫報告嘛 對不對 據我瞭解應該是五月之後 交嘛 好 那你申報的這個期限 那是不是在什麼時候交 是不是因為你在認證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想蓋這個章 然後你蓋了這個章 就最後你承受不住壓力 所以你不想幹 現在面對政治現金的疑雲延燒 民眾黨將於十二號召開 記者會來說明 對此媒體人李彥秋 他十一號的時候 就提出了三個角度 要供大家思考 第一九百一十六萬元 說是瑕疵 但是錢去哪裡了呢 第二捐款由會計師核對 竟然是黨內的自己人 第三把綠能 你不能當盾牌 品格智慧都有問題 他也批評這個以純潔白色出道的政黨 品格卻沒有比較高尚 李彥秋也強調說 以前有個很諷刺的預言故事 一堆政客在開會 突然門口遞來一張紙條 上面只有六個字 東窗事發 速逃 頓時奪門的啦 跳窗的啦 跑個金光啦 現在不知道這裡面 會不會有柯文哲呢 那面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這些金流爭議 前立法委員孫大謙也有分析 他說從現在曝光的資料來看 這些競選的帳目 根本就是亂到離譜的程度 就算是真的做假帳 也完全是做得毫無邏輯可言 孫大謙就說了 柯文哲恐怕很難 從這一次的帳目移雲全身而退 更不要說民進黨 絕對不會就這樣放過柯文哲 很快就會動用 減掉的機關力量來偵辦他 我看到柯文哲 現在被爆出來的這些資料 我就已經覺得令人匪夷所思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帳 怎麼會亂到這個地步呢 講難聽的 你要做假帳 你也要做的 稍微有一點邏輯吧 你這個帳怎麼會亂到這個地步呢 你說你給人家五百萬 人家說他沒有 沒有拿到這五百萬 那我好奇了 那那個公司是怎麼開發票給你的 你是怎麼去報的 社中間如果是 你是偽造他的收據 偽造他的發票 你就已經是偽造文書的問題了 然後呢 你就算真的要做假帳 你也找幾家你自己的公司 去串通好也就算了 你沒有十足的把握 你怎麼敢這樣做帳呢 這個帳問題太大了 所以這件事情對柯文哲來講 我剛才講他不只是政治危機 他還是法律危機 他中間牽涉到太多違法的問題了 那麼因此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 柯文哲要用什麼方法能夠 好法無傷的順利度過 那麼這一次對柯文哲來說 一定會造成很大很大的衝擊 而且後續的問題 恐怕也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解決的 因為民進黨不會就這樣放過他的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料 現在民進黨就在用切香腸的方式 在凌遲他 所以在凌遲的過程裡頭 我相信民進黨馬上就會訴諸到檢調了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了 二零二六年跟二零二八年 就是藍綠對決了 中間沒有白了 我真的認為柯文哲要順利度過 這次的難關不容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被踢爆政治現金的流向不明 也被質疑做假帳 民眾黨台中市政府顧問 蔡壁如就對此表示 是會擔心 不過他還是相信柯文哲的品性操守 不會貪污 至於競選經費的流向 主意領清 向外說明就好了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還記得監察院上個月有公布 二零二四年選舉大選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政治獻金申報 當時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說這個藍綠都是一群騙子 就沒想要自己現在陷入假帳風波 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 王毅川就呼籲柯文哲 應該引入外部機制來查帳 國民黨前立委羅書類也強調 柯文哲一貫的手法就是打迷糊仗 其實直接公布發票不就好了嗎 這麼大的金流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另外前立委孫大選也分析了 這次柯文哲的政治現金風暴 受益最大的就是民進黨 只要在一旁看戲就可以了 要塑造起這個青年的大旗 打權力這個弊案的民進黨 現在就是緊抓著柯文哲這個問題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非常重視 柯文哲的現在的狀況 在這場風波當中受益最大的人是誰 受益最大的人是民進黨 那麼當然在短時間之內 民眾黨也許會因為民進黨 全面這樣的打擊跟圍剿 會跟國民黨綁得更近 但是長遠來講 其實各位看一下 台灣現在的政治版圖 藍的選民跟綠的選民 是很難互相流通的 就藍就是藍綠就是綠了 那麼中間的這一塊 才是雙方要爭搶的 一個最大的板塊 那麼過去是因為有民眾黨 在這個板塊 所以呢某種程度 他分走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的 民進黨支持者的這些年輕世代的選票 所以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他真正的這個 這個最重要的隱患 不是國民黨 他最重要的隱患是民眾黨 他如何能夠把民眾黨 奪走的這些選票拿回來 那麼就會讓民進黨在二零二六 跟二零二八會更有勝算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當民進黨這樣的算盤 打得如此清楚的時候 國民黨也必須要有一些因應的策略 那麼民眾黨所流失掉的選票 要如何讓他爭取到國民黨這裡來 而不要讓他流到民進黨那裡去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在看這場好戲的同時 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的 就是如果民眾黨守不住了 那麼中間的這塊選票 絕對不能讓他回流給民進黨 所以國民黨在此時此刻 應該要做的是 是要豎起我們自己的清廉價值的大旗 那麼繼續全力的來 這個打擊民進黨的弊案 才能夠在這個混沌的證據裡頭 得到我們真正應該要堅守的 這一塊的選票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我會不會有提前 我不會有 Medicine 明天才在山上 你是你和我 你保有這次都吃 你不認識我 你不認識我